我最主要的感覺 我覺得最大受到的感覺就是來自於 觀眾的debatch 然後 因為昨天就是我鳴從那還有張車 我們就站在台上這樣子 然後 所以我們看的角度 我們看的角度可能跟大家看的不太一樣 然後剛開始 剛開始可能 對那個點來講 我們應該是第一次有這種團體進去 然後他們家屬當然是 就是他們的住戶 住民當然是很反彈 因為他們會覺得怎麼突然來那麼多人 然後其實那個點 他是一個 算是連療養院吧 也不是算安養院 然後所以 通常會過去都是比較 習中比較不方便的 然後突然來那麼多人 他們當然一定會很排斥 然後所以剛開始我覺得其實 場面還蠻尷尬蠻冷的 坦白講 我覺得其實場面很尷尬 然後 然後有些座民好像還蠻排斥的 可是後來 對我覺得麗珍她 麗珍她 就是她的功力真的很好 所以剛才聽老師講說她 其實她 上一場很 就突然 整個情緒落差很大 我媽知道 那真的很難想像 然後我有突然覺得 可能是因為我常去 安養院那種地方 然後 我可能不知道是心裡麻痺 還怎麼樣 我覺得我有點 冷血 好像沒什麼感觸這樣 對啊 然後 所以我覺得其實我覺得 麗珍她的功力還蠻強的 然後之後 就是催到大概下半段吧 然後就在我前面有一個 她已經插管的一堆老先生 那其實她那個樣子她已經不太能講話 然後我們在出的時候 其實護士也是用灌的嘛 就灌的 灌的 對 然後她 我忘記是哪一首曲摸 然後可以看到她嘴巴在跟 讚抖 就跟著我們一起唱 哇 所以其實 我覺得她 我覺得其實到最後 台下的座民是一直有在用心聽 真的 對對對 那他們有在用心聽 那之後 就是 緬先生 就是我堂哥 那我堂哥她也說其實 呃 因為他們 他們的住民就是 不像我們一般 他因為我們看到一些照片嘛 不像我們去醫院 然後就是可能 就是那種 feedback的落差 落差會很大 然後這邊的可能 可能有在聽 然後有在感觸 可是他不會 表現在臉上這樣 然後最後 還蠻感動的就是那個家屬 然後他 家屬她很高興 因為他跑過來根本要 要聽 對啊 然後他 他講說那個 他講說他的 那不知道是他的爸爸還是誰 那他 他說他以前是會自彈自唱 然後很愛唱歌 所以他很喜歡 他很喜歡這個活動 真的 那 因為 就是 其實我自己也有在參加 另外一個義工團體 那我覺得參加這個義工團體 真的是感覺完全是 不一樣的感覺 然後這個感覺 這個 同樣Fastbomb線 那 就是 回饋的那種感覺不太一樣吧 以上 謝謝